我是种子拯救者二哥老师 今年我们种了差不多有400多个品种的番茄 现在番茄陆续已经开始熟了 今天我们试吃一下紫色小枝这个番茄 这个紫色小枝这个品种呢 是德国在2018年发布的一个新品种 它目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深色的矮生番茄 我们从去年秋天开始试种的一个品种 它在冬季的时候果子啊 是完全是就几乎是全黑的 也是个五加仑种的 这个五加仑 五加仑 38的 38的 这个是一加仑的 一加仑种的 这个品种的话应该是做果性和产量还是挺高的 还是挺高的 还是挺高的 这一加仑的 这一盆是我修过的 就是精心修过的 精心修过的 这盆产量就特别高 你看这个里面中间里面都有的 都有 它这个紫色小子的话 你看它果子啊 就是尖这边变红 下面是黑的 这个时候鸡膀就熟了 然后你摸上去 哎有点软软的 熟了 我们现在来尝一下吧 这目测的话应该肉还是挺厚的 先测一下糖度吧 先测一下糖度 汁多吗 一般的 感觉汁水不是很多 来走 猜一下多少 10吧 猜一下多少我不看 7.2 7.2 你尝这个 我感觉跟车离子有点像 对吧 像车离子的味道 味道也像 它有樱桃的那种香气 但是这个我感觉不到酸味 好吃 真的好吃 这个没让我吃 真的没让我吃 三切 其实你如果温度够的话 是可以多年生的 就是你这些果子都熟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枝条给它切掉 它会继续找新的枝条出来 然后继续刮果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查的果子了 来我们开始打分吧 然后打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值那是不用说的 对颜值特别高 很高分的 对 然后吃了味道吗 味道的话 产量 产量很高 产量很高 对 在眼神里面应该算 然后烫性也非常 就是说 基本上没什么 什么 对 它已经过了一个冬天了 冬天的话 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种了一盆 然后在那个 花房里面种了四盆 没有加温的情况下 也安全过多了 然后我给它的分的话 应该是 接近4.8分 4.8分 4.8分 我呢 给它很高了 谢谢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 好 哎 嗯 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